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27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参加首届 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的 英中贸易协会主席古佩琴爵士一行 双方就中英经贸合作、产业链、供应链 国际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何立峰表示中国坚持敞开大门搞建设 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希望英中贸协继续发挥优势 深化两国经贸交流合作 英中贸协是英国政府和工商界 共同资助的对华贸易促进机构 汇丰、扎达、阿斯利康等会员企业负责人参加会见